可能因為最近有跟S姐合體 那大家都在挑完 就是湯西的補典 有機會可以說複活的這個系列 S呢就是很過分 然後我就跟她說說 太久沒有看到安普了 然後她上次跟清風一起來看話 因為是私下的觀看 所以她跟我講了不少她的人生故事 我聽了以後很感動 所以覺得一定要來 在夜但夜來陪她一起度過 那今天有什麼特別想要聽到的歌嗎 沒有 說實話就是不做康熙來了以後 我沒有很跟隨那個眾位歌手 我們最新的進度 所以今天來剛好可以跟上這個進度 那因為最近有跟S姐合體 那大家都在挑完就是湯西的補典 有機會可以就複活這個東西 S呢就是很過分 她來看畫展就要求我要回報她一次 去她的節目 所以是一個交換條件的結果 然後我就跟她說說 你真的很沒有良心 別人都乖乖來看畫展 你還要要求回報 就每個人都像她這樣子的話 我現在就要去種田 又要去開飛機 就是忙不過來 還是很開心回到棚內的那種感覺 可是合體的事情是因為 各位都會一直問嘛 我也不想太掃興 我就會這樣想像一下 可是其實喔 我覺得什麼老年版的康熙來了 學習地得放下很多身段才行 就她真的經得起被人家稱為老太婆 所以就是要 還是要多溝通看看 那你的部分就是 老太公的部分是什麼 我就是沒有辦法了 我現在已經 就是前輩 我現在常常就被發現 就坐在最長輩的人坐的位置 我已經沒辦法掙扎這件事了 我現在在朝陽的 有說太想讓大家清楚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我元旦會在台北開演演出 有演出 然後音樂七號也在高雄有演出 所以就過來準備 因為剛好今天也看到他的演出 就過來看 那老師過去有跟安子有一些認識的 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啊 其實我上次來小巨大 也是來看他 應該是一八年吧 一直都很喜歡他的音樂 所以就過來看 這次只來了幾天 但是我夏天的時候已經來了 有來心丟累了 對對對 夏天去了墾丁啊 高雄 那有很多人來台灣 老實在以後愛上這邊 就會想翻過來 又這樣子跑去 我覺得現在我們會到處走了 不一定會停留在一個地方很久 但是我一定會多花一點時間在台灣這邊 因為現在也多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也多了很多以前藝術文化圈的人也在這邊 所以就會多過來跟他們交流 不肯定要忙 甚至是很多東西 更好